情侣过着过着就散了 加拿大人走着走着就熟了 加拿大最近降温了 凉快了不少 已经36度了 但是作为北美的反向操作之王 他开暖气你知道吧 你没听错也没看错 体感接近40度 他怕乘客冻着 加拿大地铁这个鲁头皮系统 其实已经开了一整个夏天了 现在一进地铁在混合上老外的香水 有一股子果木烤鸭的味道 做完了还得来晚鸭架汤 就是我们乘客拿你当铁子 你拿乘客当鬼子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暖气它不是这个温度用的 那么为什么加拿大人冬天嗷嗷喝冰水 夏天嘎嘎卤成客 子又约了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他居然是为了防止流浪汉在地铁逗留 因为最近不是开学了吗 世界各地的学生包括家长就都来了 地铁里动不动一躺一大片 砸个稀碎 是不是有碍观瞻 所以工作人员跟我说调高地铁温度 散仙们就没法在地铁里睡觉了 包括现在有一些友商风化的店 暂时性关闭 挺过这两天等家长回去了 你爱开再开随便 所以加拿大人不傻 沾上毛笔猴还紧的 鲁乘客有鲁乘客的道理 但是这种开车把门卸了的 加速投胎的行为是什么意思 包括送快递的 俩门一卸 仅凭一根安全带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大家不要模仿这种脑子里飘脱鞋的行为 归了包单 现在这个地铁就是烤箱大舞台 有命你就来 大不了就是救护车抬你走 他上新闻 你下户口 嗨 嗨